经济部中小企业处与英特尔公司于8月13至14日 在台北喜来登饭店共同主办iPAC创业加速器领袖高峰会 及英特尔iPAC创业挑战赛 两天活动共吸引来自20个经济体 超过600人次的国际创业投资预程人士踊跃参与 共同探讨国际化、创业投资发展、创新应用等全球趋势 第一天高峰会由经济部张家柱部长 及英特尔亚太台湾区经理 及业务行销事业副总裁陈立生进行开幕致辞 张家柱部长致辞时表示 全球创新创业发展正如火如荼地展开 以预见亚太区域加速器发展趋势 今天我们会看到超过300高标的官员 高峰会邀请许多国际级重量贵宾立临 包括美国国务院特别代表Lauren Harriton 500 Startups大中华区合伙人马瑞 Priceline共同创办人Jeff Hoffman 全球创业州执行长Jonathan Artmans ABAC SMME工作小组主席Wen Raffel等 全球知名龙头企业及矽谷创投业者等 发表专题演讲 针对创新思考、创新产业趋势、资金募集等重要议题 提供独到见解 在前一节节目中,我讲了 政府可以建立一个保护的環境 以拥有正确的规则设计 包括IP保护、互联网、互联网、 互联网、互联网、互联网、 会议已安排四场座谈会 国际创业投资预成人士针对国际化、 募资挑战、颠覆式创新趋势、智慧新世界等主题 进行座谈讨论 当天除高峰会以外 也特别针对参加Intel IPEC创业挑战赛的 31对各国团队安排夜师辅导计划 为所有团队讲授创业相关议题、最新趋势 以及创业者可能遇到的问题 并针对15对新创组团队进行个别夜市指导与咨询 第二天活动则举办Intel IPEC创业挑战赛 由来自亚太区产观学各界贵宾 创业精英、国际创投、育成辅导业师等人士共襄盛举 并由亚太地区共31对优秀创业团队 分成early stage与growth stage两组 以demo方式交流其创业理念吸引投资人 优胜队伍将可代表参加Intel Global Challenge at UC Berkeley创业竞赛 14日创业挑战赛 由经济部中期处叶云龙处长 以及美国伯克莱大学莱斯特创业 与创新中心资深研究员John Danner 进行开幕致辞 中小企业处业余龙处长于致死表示 面临全球化竞争与国际成长趋缓的多重挑战 导入大企业资源、跨国育成及加速器等元素 鼓励青年创新创业为台湾经济更上层楼之关键 本次举办Intel IPAC创业挑战赛 主要是希望透过临选亚太区各国推荐来谈参赛的顶尖创业团队 赴美国参加Intel全球创业竞赛 让全世界见证亚太地区创业创新能量 同时点燃IPAC区内支创业发展热火 带动区域贸易及投资更加热络 当天邀请宏基集团创办人施振荣先生 与Intel公司公共事务部区域总监Andrian Ghosh 带来两场专题演讲 施政荣先生长期致力于培育有志创业人才之经验传承 表示对本赛事相当支持 在今天结束中 我希望有三个资源 在创业挑战赛方面 来自亚太地区各国脱颖而出的31个创业团队共聚一堂 主办单位并邀请IPAC区内专业的创业家代表 及相关领域的专家 国际创投代表担任评审 Keywords relating to future products were Googled almost 2 billion times in 2012 The number of sites that allow consumers to discover, track, and pre-order these future products amounts to a total of zero But people and brands Our goal with Roman Wander is to be the brand that parents and kids trust for modern entertainment based on bringing apps and their toys And to do that I've created a team of people When you enter the market you don't have to bring shopping carts 挑战赛最佳人器奖 挑战赛最佳人器奖 由越南ITT International隊伍獲得 Groove Stage獲成团队由香港ROM & Wander及秘鲁3Papaya 取得Intel赞助之UltraBook 创业育成联盟进驻资源 Vpong百万级行动行销资源等 Early Stage獲成团队作为日本Connect System Corporation及Share Company 与来自台湾的精英团队GoldFace等 共三对获得Intel赞助机票及旅费 在今年10月前往美国矽谷 参加Intel Global Challenge at UC Berkeley 2013 与全球创业队伍竞赛 取得矽谷创投辅导、创业资金 以及国际宣传媒合之机会 我国此次于8月举办iPAC创业加速器国际论坛 及领袖高峰会等系列活动 以台湾为全球创业交流平台 透过深入探讨创业创新与募资议题 强化公司部门合作与对话 及举办国际创业竞赛 希望可强化iPAC创业动能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我国预计将于会后提出 iPAC加速器网络构想 明年将进一步连结iPAC区域加速 预成资源级网络 促进我国及iPAC经济体创业创新发展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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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